这个三岁女孩的脑袋被植入了芯片 从此以后 无论她做什么事母亲都能看到 不仅如此 母亲还能通过平板电脑 随意改变女儿看到的世界 比如门口凶狠的大黄 直接就被打上了一团马三克 甚至就连声音也可以过滤掉 看见同学打架 也只是一坨黑乎乎的东西在动 为此同学们都嘲笑她是个芯片脑袋 可尽管如此 在女儿15岁时 母亲还是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那一幕 女孩叫小美 母亲是个单亲妈妈 自从生下了小美后 小美可以说是母亲的全部了 三岁那年母亲带她去公园玩 可一转眼的功夫 小美就不见了 母亲发了风势的满那街寻找 好在有大家的帮助 成功找回了女儿 可母亲始终心有余悸 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 她带着小美来到了方舟天使公司 决定参加公司正在实验的项目 工作人员在小美的脑中植入了一枚芯片 母亲不仅可以通过平板检测小美的身体指标 还可以看到孩子眼中看到的画面 并且还能使用过滤系统 把善而不疑的画面过滤掉 安装完芯片母亲心里放松多了 但没想到意外还是来了 这天家里只有小美和外公两人 这时外公突发心脏病摔澡在地 可小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她只看到了一团马赛克 幸好母亲通过平板及时发现 外公才捡回来一条命 就这么的 在母亲的监视下小美一天天长大了 后来外公去世了 她看不到母亲的哭泣 因为她眼里看到的依旧只是一团马赛克 所以小美也感知不到悲伤的情绪 这天同学们在讨论暴力电影时 小美好奇地凑回来 但不出意外地看到的还是一团马赛克 小强感觉小美很可怜 于是就给她现场来了个影视解说 结果刚说到敏感的地方 小强的嘴就被打上了马赛克 声音也被过滤掉了 回到家后小美疯狂地在本子上涂红色颜料 她很想看看血液的样子 但很快红色就又变成了马赛克 这时她拿着铅笔有了个疯狂的想法 小美拿着铅笔把手指扎破 可她看到的不是鲜血 而是一团马赛克 但小美并没有挺手 好在是母亲的平板响起了警报 她冲进女儿的房间 这才制止了小美的行为 此时母亲意识到 女儿已经丧失了正常人的感知力 于是第二天就带着她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说方舟天使的计划早已流产 芯片也取不出来 现在最好的治疗方法 就是扔掉平板停止对女儿的监视 母亲经过一番心理挣扎 还是决定关掉系统 并把平板藏了起来 从此以后 邻居家的恶犬 同学小翔嘴角着血迹 还有电影里的暴力画面 在小美的眼里 再也不是一团马赛克的 渐渐的小美长大了 她也不再害怕门口那条恶犬 这天小美给母亲打电话 说和朋友去看电影 其实是小翔邀请小美去湖边野营了 直到深夜 母亲见小美还没回家 就把电话打到了她闺蜜家 这才知道小美根本就不在那里 母亲瞬间又紧张了起来 惊慌失措下 她又拿出了那尘封已久的平板 可打开之后 母亲瞬间不淡定了 她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等小美回到家后 母亲强妄镇定 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但从此以后 母亲又开始监控起了小美的生活 这天她发现 小翔竟然在教女儿吸毒 气氛的母亲找到了小翔 拿出视频警告她 离自己的女儿远一点 不然的话就把她送进监狱 小翔只能乖乖答应 并主动提出了分手 小美觉得自己被耍了 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中 但接下来母亲做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这个控制狂妈妈 偷偷把多胎药加到了女儿的饮料里 正在上课的小美感觉一阵恶心 所以又跑到厕所呕吐 小美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她 是因为吃了多胎药 才会有现在这种反应的 小美一脸疑惑 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 可突然 她好像想到了什么 赶紧回到家一顿翻找 果然在垃圾桶里 找到了药物盒子 还有监视她的平板 看着自己的隐私 全部暴露在母亲眼里 小美非常气愤 她收着行李准备逃离这个家 但这时候母亲回来了 看到地上打翻了垃圾 又看到了床上的平板 她知道小美已经发现了 自己监控她的事了 母亲连忙向女儿解释 可此时的小美哪里听得进去 她强过平板想要关掉系统 而母亲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着 此时小美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不停地朝母亲脑袋砸去 而且刚才她不小心按到了过滤器 现在她眼里母亲的脸 就是一堆马赛克 直到平板被砸坏 小美才看到了满脸鲜血的母亲 她吓坏了 拿着行李夺门而出 不久后母亲醒了过来 拿着平板拼命地寻找小美 可小美已经上了一辆卡车 彻底地离开了这里 其实每个父母都是爱护自己孩子的 但有时候这种爱 会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 小到孩子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 大到孩子的思想也要控制 而孩子们并不是提前梦 父母应该把孩子当成平等的人来对待 教导孩子认识世间险恶 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 这样孩子才能健康地成长